有一个很著名的获得诺贝尔奖金级别的一个研究 就是叫大脑可塑性原理 人的大脑是可塑的 如果你的行为不对 它就会复向加强 你过去什么样的 会加强你什么样的 如果你的行为正确 那你就可以彻底改变自己 这样的意思就是说 从教育来讲的话 一个人不要抱怨自己从小在哪长大 父母是怎么样的 真的不要抱怨 就是那个是你的小时候 但是你是可以彻底改变自己的 这种最先进的心理学的研究的话 我们每个人都是可以去重塑我们的大脑的 其实我们人类作为动物来讲的话 我们动物是在贪婪和恐惧中长大的 我们的动物脑是在贪婪和恐惧 就构成了贪婪和恐惧 后来人类在动物脑之上构建了 前额叶和海马区的扩大 所以说我们的恐惧和焦虑 是我们人类的本质 我们在恐惧当中去避免了什么 我们在狼群来了 我们逃跑 焦虑和恐惧是人类思想的本质 所以说很多人 无论是某些人自杀了 或者是深陷泥潭 其实你说他一定碰到了什么 特别巨大的事情 一定是很糟糕的 不是的 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是他后来的行为不正确 把他放大了 人是具有天生的钻牛角尖的能力的 我们现在就要有一种正确的行为心理学 告诉我们如何叫我们不钻牛角尖 行为心理学和脑科学 它是一个雪山的两面 行为心理学是从人的感受方面建立一个理论 行为上的一种反应 而大脑是研究大脑的结构 你的Cerebral 就是你的深层脑和上层脑 你会发现海马区和前额叶 你的那个地方 跟整个你的恐惧中心建立了一个回路 你这个回路 你这个回路是自行会消失的 它的营养来自于你对它的关注 你的关注的时候 它就会生长 所以说大脑可送你眼里的英文叫做 Warring and firing together 当你那个Firing的时候就在思考关注 Firing就钙离子 从脑神经之间的钙离子交换 交换的Firing是在思考过程和关注 当你关注的时候 它就会连接 所以你只要一关注它 它就会放大 所以你的海马区和前额叶的 那些推理的一些论证的 一些焦虑的想象的 联想的一些疯狂的想法产生 然后它会跟你的恐惧中心建立了一个回路 这时候你如果去解决它 你就等于你给这个回路增加营养 这个回路就会加强 因为我们的大脑 你可以比做一个 像一个灭文器里面 啪啪啪各种想法 你也可以比做沼泽地 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一个想法里面去了 但是经常是当我们有主动的去 对很多东西兴奋的时候 对很多东西兴奋 就好像我们在沼泽地上 有很多的连接的东西 让我们不下容易陷下去 我们可能对很多兴奋 所以我们每天早上念经也好 我们那边面号也好 或者跟别人说话也好 这种说话让我们兴奋起来 兴奋起来使得我们随时的关注了一些事情 而且这些事情让我们感觉到很有意义 这样的话我们的关注都一直在这 使得我们不能陷入某些东西 让我们形容于回路 一旦形成回路 它一接近以后 本来不是一个什么大事 变成了特别巨大的事 然后就越陷越深 所以一个行为 一个想法就是一个行为 一个动作是一个行为 那这个行为就像物理学里 它一个坐标有几个参数 其中它的动机是一个参数 所以就说这个 就说你的解决焦虑 就放大焦虑 然后你的这个 你不小心就跟走钢丝似的 你以为你没有在解决焦虑 你又在解决焦虑 好吧 这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对自己彻底的诚实 就是当你焦虑恐惧难受的时候 你忍着难受 但是你还有人生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去做那件事情 这件事情跟你这些没有关系 这样你就会 最后突然发现 你这个焦虑本来在这 diffused diffused OK 走 然后你当走了以后 你说 别人说你 你是不是要得什么病了 谁告诉我 没有这个事 你就会这种态度了 就当它远离以后 但是没想到几周前 或者几个月前 你还每天在 忐忑不安的 我要得这个病 我要得那个病 对吧 这就远离 知道了吧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刚才给你 刚才这段话 是一个经典的一个 行为心理学治疗的 一个一段话 你们都记住好吗 网友你们都记住好吗